针对美国撤销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在美牌照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树决亭周四表示 中国经贸团队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树决亭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 美国此举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 恶意打压中国企业 违背市场原则 破坏双方合作氛围 中方就此表示严重关切 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为在美投资经营的企业 提供公平开放公正飞汽式的营商环境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周二投票决定撤销 中国电信美国子公司的在美业务授权 理由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中国电信已获得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授权近20年 该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电信企业 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必须在60天内停止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